好 政治焦點來關心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 他真的又起心動念 要選總統了嗎 那昨天呢 他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說 他一直在思考 如果他要選總統的話 他到底能夠為台灣 解決什麼問題 結果睡了一覺起來 今天他就說 這兩天選不選總統 他就會做出決定了 所以他最後的決定 到底會是什麼呢 這場選舉決定台灣 這個往後這二十年的一個 政治 國防 經濟的一些走勢 正好是全世界 這是一個轉捩點 參加國民黨的初選的話 我一定會進來正常的儲蓄 我絕不接受徵招 董事長是不是有起心動念 他是不是會做決定 我想這個決定 我想我今天在開會聽一天 我想希望明天或是等會再談 參選是每個國民的權利 你覺得他如果參選 對你來說會造成威脅嗎 這看到有什麼關係 如果他有心來參選 我相信他也是一個全球能見度的 一位巨型的企業家 所以有可能跟他合作嗎 這個不知道 我現在把公務司長做好 但是如果說郭台銘頭長要參選的話 一定是會讓人心非常震撼 我們先歡迎這個階段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員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財經專家賴憲政 又齊好 大家好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大家好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梁文傑 大家好 資深政記者陳敏鳳 大家好 資深政記者鍾年華 又齊好 大家好 所以年華你怎麼看 郭台銘之前說了三次說 他沒有意願要選 他不會選 為什麼突然昨天又講說 他在考慮啊 從最近的這個 特別今天讓我特別有感覺 就是那個新聞操作 感覺是要選 因為你知道 今天的新聞操作非常有趣 我先從他回韓國瑜 那個二十個字 韓國瑜在美國不是講二十個字嗎 郭台銘就主動回他說 哎呦 我不認同啊 他又自己也講了二十個字嘛 好 那接下來郭台銘連續 你看昨天跟今天他去做什麼事 他參加其實是跟他的專業 比較無關的活動 像今天去參加了這個臺美 這個美國臺灣關係法 四十週年相關的座談會 昨天是去了AIT 這個基本上都跟他的本業比較無關 如果照以前的郭台銘的個性 他應該不太會參加這樣的活動 對 好他今天去參加的時候同步 開始蘋果日報即時新聞出來 說郭台銘說兩天後再宣布 你知道嗎 在那個短短的幾個小時之內 蘋果日報發了十三則即時新聞 十三則即時新聞 這個新聞操作像不像要選 而讓我覺得最意外的是 曾馨瑩我們平常看到他 大概在媒體上有機會看到場合是 他跟郭台銘一起出席活動 對或是說一些比較 這個女性的雜誌訪問去做 對他做專訪 譬如說他怎麼當一個家庭主婦 或什麼媽媽禁是什麼 今天他同時接受蘋果日報跟聯合晚報 兩家媒體的訪問 怎麼可能要約曾馨瑩都要事前多久跟他約好啊 這這我們新聞人的敏感嘛對不對 曾馨瑩應該不會沒事在家拿起手機說 喂你哪位啊 我就回答你 不會嘛 對不對 是啊怎麼可能 怎麼這麼剛好 兩家媒體記者都找到曾馨瑩 對 而且他的回答幾乎一模一樣 就很簡短 大概200多個字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很能理解郭台銘這個想惠國家社會付出 可是呢 因為他要主管這麼大一個企業 身為一個三個小孩的媽媽 他覺得他非常不忍心 所以他反對郭台銘參選 大概就很簡短 那我覺得這個新聞操作的方式 很像是要選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很多這個政治人物的新聞操作 就是家人先出來反對啦 對啊 最後只好含淚同意了 而且郭台銘會聽真心贏的嗎 你內行人 我不知道他們家庭狀況不好意思 因為郭台銘給人家的感覺就是霸氣外露 霸氣外露嘛 你看他今天早上對蕭美琴就很霸氣嘛 所以感覺這個新聞操作他向要選 可是今天另外一個現象讓我覺得非常有趣的就是 當郭台銘要選的這個消息一傳出來之後 從國民黨內部馬上傳出兩股截然不同的聲音 一個說他根本不是黨員他一點參選資格都沒有 另外一個說他是失聯黨員 只要回復就可以參選 可是不是說要繳黨費四個月以後嗎 才有參選資格啊 國民黨制度應該只有一套嘛 就是什麼樣的人可以回復黨籍 然後什麼多久之後可以可以有回復黨員的權利 可以參選對不對 應該只有一套嘛 可是為什麼在今天中午之前他會出現兩套截然不同的說法 那顯然在國民黨的內部有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種是希望郭台銘參選 一種是反對郭台銘參選 那郭台銘參選會擋到誰的路 以國民黨目前看起來最明顯是擋到韓國瑜的路 雖然今天這個網路媒體放言做的民調是 郭台銘還落後韓國瑜 可是大家注意看那個數字哦 不到3%哦 而且韓國瑜要選總統這個議題 我們討論多久了 大概討論了兩三個月有了吧 郭台銘要選總統議題 最近一波討論也不過是這幾天的事情 如果他剛熱身就只輸韓國瑜不到3% 你覺得讓他真的熱身下去 讓他真的開始起跑的時候 那個民調應該是很快就會上來 放言的民調韓國瑜25.4% 郭台銘已經22.9%了 所以你看差不多3%嘛 在統計學上可以視為平手嘛 哇那郭台銘如果再加把勁 他後勁應該很強吧 所以難怪今天國民黨裡面 一些支持韓國瑜的民意代表了 他們就很緊張 趕快去查郭台銘到底具不具備黨員的資格 那好像最新的消息是說 因為在2000年那一波的政黨這個重整 就黨員重登記 郭台銘並沒有登記 而依照國民黨規定 2000年那一波你只要沒有登記 對你就不是黨員 你就不是黨員 可是另外一邊的力量呢是去查了說 國民黨裡面郭台銘的確他好像是在民國59年就入黨了 那說他是資深黨員 那資深黨員呢 其實你不用繳黨費 你也不會喪失你的黨權 所以現在我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具不具備參選資格 這個恐怕就是國民黨的人要去搞清楚 可是我覺得郭台銘如果 可是國民黨需要搞清楚嗎 他制度隨時都可以改啊 也是啦 因為國民黨是一個非常有彈性的政黨 我們要稱讚他 像民進黨就沒什麼彈性硬邦邦的 那再來就看就是說 假設如果郭台銘真的要參選 你覺得他需要在乎國民黨嗎 當然不用在乎 對因為你知道嗎 郭台銘的選票跟國民黨的重疊度 大概超過九成 那如果兩邊硬碰硬的話 這個不是火車對撞 這個恐怕是高鐵對撞 那到底誰會比較倒楣很難講 對不對 但是我想國民黨的一定 我們想得到國民黨一定想得到 所以他們現在大概也在設法 在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 那如果郭台銘執意要參選 因為郭台銘有講說 他如果要參選他參加初選 那現在問題就是他的初選資格具不具備 可是如果吳敦義可以很有創意的 發明一個叫做徵召林表 到時候也許可以對郭台銘也來個徵召初選 那他也可以參加初選 這一切都不會有問題了 而且你看郭台銘那個時間定的非常有趣 他說兩天內宣布 今天16號兩天後就是18號 18號會發生什麼事 韓國瑜從美國回來 對耶 所以搞不好韓國瑜下飛機說 我全力支持郭台銘 原來老鼠偷拖鞋 大的在後面那個大的 現在看起來答案快出現了 那到時候萬一郭台銘真的要選 可是那韓粉會放過韓國瑜嗎 我們等一下再來問一下 面色凝重的這個鍾小平 他說國民黨到底要選哪一邊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韓國瑜從昨天到今天的動作 我們都講說如果要選的話 當然是找最強的對手打 可是你看郭台銘講話的內容 是不是真的都針對這個韓國瑜 我們來看 雖然郭台銘說這兩天 就會有新的答案 大家就講說天啊 那不就是韓國瑜回來的時候嗎 因為我們來看 未來韓國瑜跟郭台銘之間的關係 因為郭台銘的動作怎麼講 你看之前韓國瑜不是說 我幫高雄簽下了52億的水果訂單 大家都覺得好棒棒 可是郭台銘昨天就講了 你總不能老是賣水果吧 一個貨櫃的拔辣能值多少錢 我幫你賣得我最清楚 然後韓國瑜又講 國防靠美國可以靠日本 市場靠大陸努力靠自己 結果郭台銘怎麼講 錯了 國防要靠和平 市場要靠競爭 技術靠研發 命運靠自己 然後郭台銘還講了一句什麼呢 他說有一句成語叫東時西速 然後點點點給大家一點反省 這句話他是要送給誰 他講的是誰呢 還有他說要支持對台灣最好的人選 不過他昨天也講說就是韓國瑜 可是到了晚上他好像有點改口了 他只說韓國瑜是個很好的人選將而已 所以我要請教這個憲哥 其實大家都在想說怪了 這個之前郭台銘不是三次都說 他不選了確定不選了 怎麼突然有這樣的一個改變 是不是因為上一次看到 我說要選了以後股市大漲啊 當然現在很多的揣測 兩天以後就要先排了 當然我們希望他很多人希望他選 因為在國民黨裡面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姐妹下海互相勉勵 所以目前郭台銘他那麼的這個動作 到底是總統的起手 選總統的起手勢 還是要炒股票的起手勢 我們看不清楚 至少他現在每一句話 在整個台灣的社會 選舉的環境這種的分為之下 都是跟起牽隊選 你不得不所有的節目都要討論 不管是對郭台銘 對鳳海對鳳海的股東 都是加分的 所以你不能看 他現在跟那個韓國瑜兩個人 看起來是頗為競爭 但人哪討好呢 人哪說好呢 如果我郭台銘要出來 韓國瑜 郭民黨要跟他徵召 這兩個出來的時候 其他那裡大家都收起來放 大家收起來 真的如果我也收起來放了 我準備二十年收起來 所以你話剛剛講 搞不好韓國瑜回來 我一直過台銘 你準備三十年 也是收起來 因為明雲的祝農 明雲的創地 所以我一直覺得 那是生理人 生理人就是算盤 排在頭前 很好的 兩害相權取其心 兩利相權取其重 他的工廠在大陸 一百三十六萬元元工 他的工廠在美國 他的工廠在東南部 他的工廠在中東 兄弟那些工廠 他今天插到政策後 他沒辦法脫薪 他整個工廠 他那些工廠要怎樣 你說我退居第二線 最近路透社 發一個消息 路透社喔 不是潑潑通通的喔 他說郭台銘 決定一個月以來 要退居第二線 你跟路人來問啊 你不是說要退居第二線 他說對 我六十九歲 我已經六十九歲 風海都沒真正的接班人 所以我現在希望 當這個重點 這件要交給少年人 但是我退居第二線 不是我沒做事喔 重要的事 也是由我決定 你多厲害 你多厲害 風海那麼大 風海一條兩千六百億的工廠 是一百四十萬元工廠 這麼大的工廠 比一般的國家更多人 你要沒有這個工廠 要做臺灣做總統 我實在很懷疑 你覺得不可能嗎 我覺得真的不可能 你不能說 這樣吃他看他 就想煩惱 事實在不好的事 所以我跟這人想說 他在炒股 應該是為到他的股票 為到風海的股東 有人也說說 風海有八十萬的股東 八十萬的股東 他們家如果兩票 就一百二十萬票這樣 這基本盤 基本盤 這跟民進黨的基本盤 八大對不對 但你會想說 風海的股東 這兩天都了錢 都了得虛擂 我怎麼可能賺給你 但是我現在跟你說 你賺給我 股票會起來 這樣你要賺給我嗎 有可能啊 所以我們來看風海 風海今天 他要去相反 來到九十一塊市 來到這裡的時候 他的市場已經一條 兩千六百億 一條兩千六百億 就像輸台積電而已 台灣是第二名的 二哥 所以二哥 他說我當時 沒有要做 我要來選台灣總統 我覺得這是很不可能 不過他如果要選總統 就不怕沒錢啊 錢對他來說小事 我告訴你 我們家都沒有錢 錢很多 他好像整個四個車 跟風海去上庭辦 他自己的心態 就是他風海 那個高票 就價一百多億了 那時候才八十幾塊而已 所以現在九十幾塊 他最後都價五十幾塊以上 所以他只有 一天這樣說 我要出來選總統 由三月開始嘛 以前他都在台灣肉聯 你知道嗎 加LINE啦 一天三萬一啦 臉書啦 按讚的十萬的啦 就叫小編 小編都不休息 他就是休息三班輪的 一直發文 大家一直按讚啦 沒辦法 在按讚 大家都想我真的假 我們在LINE很少說 你加入我就是 那個郭台銘的臉書 我都覺得這一定一片 很多的有人說 真正的啦 喝湯不行 就像四個車 你跟大家說 早上來接到電話說 鴻海長聽說 你不要黑白片 親切公公的 愚人節 結果真的那天 所以那也會不會 我們所有的老百姓 就請愚人節 那天叫騙他一樣 大家都說他要選啊 都要選總統啊 但台灣總統只有一個位而已 就以後他一個而已 郭敏東以後 也是只有一個人出來 不可能兩組嘛 所以這個時候 他是不是跟韓國瑜 兩個在那裡 在那半年一個 冬季一個鬥頭 你也要選我也要選 那阿卡布爾 我覺得他拿出 拿出不算的機會很大 但是既就 你跟我們今天 去治療鴻海大企業 所謂今天 他的跟他關係 包括亞太電信 在系列的了解 今天也游到漲停了 什麼台陽啦 什麼鎮定啦 什麼健康 整個都漲停 對 我跟你說 今天不是只有鴻海漲停 叫鴻海艦隊 整個通通漲停 你想說這樣就差多少了 我們剛才說 只有鴻海多百五億 所以你說錢不是問題 他說國民黨 我不要讓你徵兆 國民黨要徵兆你賣 他說我一定要經過儲算 沒有你欠錢 幹嘛一定要掛國民黨的牌棒 一定要掛車連牌 對不對 就是 我們吃鴻海也不一定要 車連牌 其他也有大包啊 對不對 所以說有時候 我覺得現在社會 大家是都 因為從整個氛圍來看 你如果不想做總統 你怎麼會讓人家熱衷 就是我們剛才聯方說 要參加AIT的 以前不可能參加 參加經濟論壇 以前不可能參加 對啊 我們說真的 以前他在台灣幾次 對啊 現在幾個月都在台灣 那台飛機 把他放到最新機場 在那裡保養 他都在台灣 現在剛才在選機的這個月 就是 在三月蕭媽祖 在三月蕭媽祖 現在是哪 現在是四月五月 大家都在蕭選機啊 蕭選機 他整個都在台灣 你所有的媒體都看到 每天都有他的新聞 大家 今天有一個學者說 他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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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保證都兩天就要決定了 我們現在大家 白酒檢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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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 如果我是他來說 我不會選 錢 你要給我比 我台灣首富啊 我的影響力 你要給我比 我可以跟川普勾姦搭配 你敢有辦法 沒辦法嘛 我如果做台灣總統之後 我那台飛機都背不出來 不是要背對 真的把我放在上面去 把我放在上面去 把我放在上面去 對不對 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台東也沒可能去 要去東南也沒可能去 日本也沒可能去 美國也沒可能去 台東也沒可能去 台東也沒可能去 如果火星台他要怎麼去 都沒辦法 所以在這種的思維之下 我是因為如果他比較聰明 他是不要算 不要算 不要算是要動作那麼多 就因為雖然這個動作 但是有效啊 有效啊 對啊 要錢就那麼多了 還欠錢嗎 不是他有欠人一個承諾 他在高東說我 妨害的高級 如果不到200塊 他不會退休 第二年他都說 他說我如果不等到我妙妙 如果要嫁妙的時候 我不會退休 我現在很煩 妙妙到40歲 沒有嫁妙就都不用退休 對不對 因為他們都不一定18歲 嫁妙 對嗎 所以說他現在如果 因為他這個動作出來 可以讓他的高級 高級到200 他就可以退休了 不然是要做到四 我們過去台灣第一代 都是八手生家都做到四 做到四是很可憐 一四人賺到四 賺到四 賺到一家 賺到一家 如果不想收到 所以你如果 由其他的周邊去跟政府來說 我就想說 他不算的機會 比算的機會更大 我先問一下年晃 聽完憲哥這樣講 他們財經界的人 其實大部分都認為說 他的彈子那麼重 怎麼可能一個尖頭 扛兩個火車頭 可是你剛剛講說 他確實啊 他這個是有步驟的 那他只是為了股價上漲而已嗎 只能說他是一個 雖然他不是新聞界出來的 也不是政治人物 但是他是一個新聞操作的高手 我可以跟大家預測 明天所有的日報 大概顯著的版面都在探討這個議題 可能不可能 各種可能性 各種可能都會寫 憲哥講的也沒錯 就是說 因為你想想看 他的雖然很多人講說 他可以學美國川普啊 川普也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人家選上美國總統啊 可是他跟川普有幾個不同的地方 共同點都是企業家 但是不同點是 川普在選總統之前 其實他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政治素人 他曾經參選過 而且川普呢 他的企業 我覺得他跟郭台銘最大不同是 川普的企業大多數在美國境內 可是郭台銘的企業 有七成在中國 你在台灣要選總統的人 你將來會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的企業有七成在中國的時候 當台灣中國利益衝突的時候 請問你會站在哪一邊 這個不是我想問 每個人都會想問他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說 郭台銘你在選總統前 當你登記成為參選的時候 你必須財產申報 你當選之後要財產信託 好就算你現在退居二線 以鴻海這麼龐大的企業體 剛剛憲哥講 一兆2600億的市值的企業體 這只是鴻海喔 關係企業還不算喔 你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你能夠交給專業經理人嗎 這麼短的時間 我覺得可能性非常低 蠻衝促的耶 而且關鍵是 他以後哪裡都不能去 你只能去去南太平洋 去去中南美洲 你哪裡都不能去 現在的郭台銘 是我私人飛機坐的 我愛去哪裡我就去哪裡 而且世界上幾乎 任何一個國家 都會歡迎鴻海的老闆 來我國家投資嘛 所以這個看起來 是他不會選的原因 上照的企業能說放就放嘛 對 可是如果他不選 他何必庸人治老人 而且我今天看他臉書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有趣 他寫了大概1000字左右文章 那最後留了一個玄機 他說這個智者 就是智慧的智 聰明的智者會怎麼樣怎麼樣 聰者聰明的聰會怎麼樣怎麼樣 明者聰明的明會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是智者聰者明者呢 我現在還在思考當中 他又故意留了一個玄機 那所以我說實在 你現在如果從各種政治操作的角度來看 他看起來像要選 可是就實務上 他要選 顯然事實上還有很多的難題 他需要去克服 那到底郭台銘這個動作 到底是為什麼 我真的一時之間很難判斷 但是我可以確定一件事 就是每次他只要講要選總統話題 鴻海股票都會漲 這是我唯一可以確定的事情 學偉怎麼看 他到底會不會出來選 我之前覺得說郭台銘選總統 是一個假議題 可是說實在 我跟他一樣 我昨天晚上也都沒有睡 我就在想說 你到底要不要選 你知道嗎 我說實在 剛才在講說 國民黨一直在考慮說 他到底是不是黨員 他是不是要爭招領表 我跟你講 郭台銘今天出來算 那就要插給國民黨 對不對 對啊 沒看小平臉色多凝重 對啊 沒有說給鍾小平聽的 叫他趕快去連署 還不快一點 對不對 我說郭台銘今天出來選的話 幹嘛要看你國民黨 對 而且說實在話 其實我剛才 憲哥這樣講的話 你看 其實你說鴻海現在的市值 有1.26兆 對不對 他其實前一陣子 就是因為他的工業複聯網 他就為了他的鴻海教區 你知道嗎 他說工業複聯網 是鴻海子公司 他的市值就已經1兆多了 對 那為什麼我的鴻海 這母公司 金基母 我的股價是這麼低 所以他那時候是有為 有為這個鴻海的股價在教區 所以是不是他這一次 就是利用這個機會 讓股價炒起來 可是你這樣炒起來的時候 你兩天之後 你如果沒有宣布你參選的話 你就把他抓起來 因為股市沒有放假消息 對不對 可是我說實在話 那鴻海那個郭台銘 你說他到底要不要選 為什麼會覺得說 他有可能起心動念 他想要選 他一開始 你認為他想選 對 他之前跟韓國瑜 不是很好嗎 而且他覺得說 他是最好最適當的人 可是突然間就翻盤 對 而且你知道那個韓國瑜 還用了很多的方法 絞盡腦子講說 什麼國防靠美國 科技靠日本 什麼市場靠中國 馬上被郭台銘打臉 對啊 郭台銘不大理政治人物的 他為什麼會針對 韓國瑜講的話去打臉 對 我說真的 他今天如果出來算的話 我一定是挑上市 對不對 我如果有可能會腳抬 沒比的人去比 對 所以我挑一個最強的來打 我才可以把自己的名聲 打響亮起來 而且你知道嗎 他這幾天參加幾個座談會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他參加AIT的那個 40週年座談會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他有講過一句話 他說現場沒有一個 總統參選人到現場關心的 對 他是這樣講 對啊 而且他還問AIT的那個 默劍說什麼 你們是不是有介入台灣的選舉 他幹嘛管選舉 對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講說你看 這麼重要的一個場合 這麼重要的一個外交場合 你有志於參選總統的人 你都沒來關心 對不對 那是不是打掛了 所有想參選總統的人 好 那另外一個 他另外參加那個印太安全對話 的那個座談會的時候 他不是跟那個陳唐商 還有蕭美琴標起來 而且他更不高興的鄧多瓦還震怒說 這就是民進黨 你看他所謂的目標 就是挑了民進黨 對不對 因為他的支持者都是藍的 居大多數 所以他一開始就是挑你民進黨 把你挑了對不對 你不選總統 你那麼氣幹什麼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 他說公司的未來的那個大方向 還是由我來指揮操作 可是我要退居第二線 日常生活運作要退到第二線 這告訴什麼 我要退休了 我可能有其他事情要做 所以鴻海只要有固定在這邊的話 我只要指導一下就可以 你怎麼走 那怎麼走 說實在話 你今天有沒有看到他 PO的那個臉書文章 後面還有一段故事 叫做東時西數 對 東時西數是什麼你知道嗎 不要談心 不是啦 就是兩個人很好抓 一個家裡很好抓 但是那個公子長得很醜 一個是家裡面很窮 可是公子長得很帥 那個女的說 那我白天在這個東邊這邊吃飯 晚上去西邊這邊睡覺 他大方都賣 好的都賣 對啊 那他就是在告訴你說 東時西數不就是國民黨嗎 跟民進黨嗎 國民黨你每天只挖中國 你那個民進黨你就挖美國 那你什麼時候才能夠靠自己 所以他很強調說命運靠自己 有沒有 不過小萍你看喔 學偉覺得郭台銘會出來選 那如果郭台銘真的出來選的話 國民黨怎麼辦 你們到底要選擇韓國瑜 還是選擇郭台銘 因為你看郭台銘如果他不想選 他幹嘛抓著韓國瑜打 他當然想選嘛 你覺得他想選 我覺得他想選 對 然後呢 人家說什麼要四個月 繳了黨費之後才能參加初選嗎 你覺得他需要嗎 應該這樣講 繳四個月是可以投票 那叫做選舉人 他叫被選舉人 他要選總統嘛 那要一年 要一年啊 本來四個月 立梗貴方這個中央委員 有提案修了 我是上次的二十全的時候 還是一年 希望確定這個行 這個這個時程 所以他說他可能沒搞清楚 第一個他想選 第二個沒搞清楚 沒搞清楚什麼 他以為他有黨權 其實其實沒有 所以既然沒有黨權的話 那他也要走徵召的路 那他這個出發點 他說他不接受徵召啊 對 所以他沒搞清楚 徵召就沒有嘛 他不接受徵召 現在他路可能就斷了 他以為說我初選領表 那我比較容易 那吳敦義去徵召 韓國瑜比較困難嘛 徵召 那這樣壓力就大了 韓可能真的被弄掉了 所以這邊要幫吳敦義伸冤一下 這個老鼠偷偷鞋 大了在後面 你們都冤枉吳敦義 大了就他嘛 那時候不是在說是 吳敦義是那個大老虎 還是郭台銘 顯然是 那個時候他就知道他想選了 韓國瑜心裡明白 他就講那個話了 所以這不是這 就因為傳得很長了嘛 那都徵召的話 如果都徵召 兩個都比徵召 叫徵召民調好不好 不是有拋出一個說法嗎 徵召民調 我這個現在民調很重要 我為什麼要徵召你 我為什麼要徵召韓國瑜 看民調嘛 贏 徵召贏的人是對的吧 整個方向 那4月2號的這個山水民調 郭台銘33% 柯文哲33% 平手 可是4月15號的施行民調 韓國瑜40% 柯文哲26% 韓比較強嘛 是不是好 那今天大家想說 那這個郭要選的話 不要國民黨 那就是韓國瑜的災難喔 他五黨選拿的都是韓國瑜 國民黨的票 對啊 柯文哲就獲得大力喔 如果這樣下去 所以如果大家顧 顧這個泛藍的話 然後我覺得要思考一下 他可能 郭台銘可能要思考一下 那今天我身負一個重任 就是我要連 我們中央委員有串聯 我們有214個中央委員嘛 中央委員下面是很多黨代表 我們在選擇上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們成立一個群組 什麼群組以後就是要更努力 我回到 回到黨的機制啊 我們要徵召韓國瑜 有方法的黨章 就是要過半的黨代表 召開臨時黨代表大會 徵召他現場投票嘛 吳濟民投票 你也可以 要徵召郭台銘也放進來 朱立倫 王金平 還有韓國瑜都放進來 然後大家來投票徵召 這是個民主的政黨 1600個人的權力 比吳敦義還大 我要在你節目講清楚 國民黨最高權力機構 叫做黨代表大會 那我要推動這個事 郭台銘給我們更大的壓力 我們更要縮短時程 我們現在簽了300個 還差500個 大家 我會非常努力 最後講一句話 這個叫做臺灣安全人民有錢 郭台銘跟韓國瑜 如果代表國民黨 我們就跟吳主席報告在你節目 要徵召韓國瑜 因為臺灣安全的話 我相信他產業在那邊那麼多 韓國瑜當總統 徵召韓國瑜 臺灣比較安全 所以你也覺得郭台銘 因為在中國的產業那麼多 你們都不放心了 我們也會怕 你連郭冰黨都會怕 郭跟韓比 郭冰黨知道 到底是怕郭台銘 因為在中國有產業 還是怕韓粉 怕他在中國有產業 他當了總統會有包袱 所以文潔你怎麼看 郭台銘突然 最近一陣有這樣的動作 你覺得這個中間的轉折 會是什麼 當然大家都很關心 他有沒有可能出來 而且你看連韓國瑜 他昨天感覺是說 他是有點驚訝的 他說如果他要出來選的話 那真的是很震撼人心的一件事情 那你怎麼看 我剛剛大家都講了 郭台銘出來的 會面臨很多困難 你也覺得嗎 所以你反而是要想說 在這麼多的困難之下 他為什麼還起心動念 你也覺得他起心動念 我認為不是他自己的想法 我絕對不認為是他自己的想法 那一定是有人受益 或是逼他或怎麼樣 誰能受益郭台銘 誰能逼郭台銘 絕對有啦 所以就是說大家都傻瓜 都看得出來說 他一兆多的這個紅海大帝國 他要把他丟掉 然後去當一個 對他來講小小的台灣總統 對他來說到底有什麼好處 完全看不出來有任何好處 那唯一的可能的解釋 就是他身不由己 我的看法是這樣 他炒這些股票 其實我覺得 他說許年輕人一個未來 他還哽咽呢 對啊 這個 都不要相信這些事情 都不要相信這些事情 就是說 他 他到底 就是說 怎麼樣想都不會 都無法解釋他的這樣的 要選總統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而且剛剛連話講 你看他是兩天的鋪陳 對 那但是如果他一旦真的選 那當然對民進黨來說 我們是樂見其成 喔 那至少讓他亂一陣子 至少讓他亂一陣子 也好啦 也好 但是郭台銘真的 他就是他必須要對他的鴻海的這個帝國 他是不是要像馬雲這樣 馬雲現在是我 我最近看是說 他把他的那個 在淘寶的所有的這個持股都已經出清了 裸退 那郭台銘要這樣做嗎 那這樣做的對他的代價到底是什麼 我這是想不出來 不過郭台銘出來的話 他到底對國民黨有很多人可能就 要怎麼說 聽說吳敦義現在一個一個月要付三千萬 他要去跟人家仇嘛 對 一年也不過三億六 對郭台銘來講 我一次付你十年 哈哈哈 或是付你二十年 那你國民黨就提名了 我覺得這個很好喬啦 我覺得這個這個到這個都 辦法都想好了 不困難 這個都不困難 而且而且大家想到說 郭台銘過去他捐獻了多少 國民黨的公職人員 如果他今天說說我要選 大家大家會會跟他怎樣 我覺得政治是很現實的 這個沒那個錢不是萬能 但是沒錢萬萬不能 對所以郭台銘他當然有他的優勢 我覺得郭台銘如果要選 國民黨其他人會不會都散邊去了 我覺得如果他要堅持下去的話 其他人會不會要少少少少走 重點是韓國瑜被他掃得走嗎 你覺得不行嗎 你覺得韓國瑜 在選高雄市場的時候 郭台銘沒有幫忙嗎 哦 那 對對郭台銘 所以要看郭台銘有沒有堅持 但是我真的不認為 我怎麼想我都不認為說 郭台銘是自己要做這個事情 他如果真的是自己要做這個事情 那真的真的就是老來 可能是不知道什麼被雷打到還是怎麼樣 而且那個韓國瑜才講了國防靠美國 對不對 郭台銘講國防靠和平 什麼意思 老實講聽不懂 因為全世界只有和平是靠國防的 比如說以色列 以色列的國防是靠什麼 他不是靠和平 美國的國防是靠什麼 也不是靠和平 國防靠美國沒錯吧 是不是 這沒有錯我覺得 郭台銘講說國防靠和平 他這個背後的意思 我覺得是他已經在提出一個 比韓國瑜更進一步的東西 因為韓國瑜講說國防靠美國 就老共那邊 他的中那個中央廣播電台已經K他 已經K他了 那郭台銘講說國防靠和平 和平是什麼 這這我看來很可能就是指和平條約 兩岸和平協議或是什麼 就是郭台銘他他提出來的東西 是比韓國瑜更進一步的 是更進一步的 而且是更不得罪勞共 更讓中共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那所以如果郭台銘真的要選的話 我想來想去只有對岸因素 不可能是出於他自己 敏鳳怎麼看 可是對於韓國瑜來講 這個郭台銘現在在考慮說他要不要選 因為他畢竟說這兩天在決定 那未來對於韓國瑜這條路 郭台銘有沒有可能是一個很大的絆腳石 因為坦白講郭台銘只要講了以後 國民黨內你看很多反韓聲音都出來了 所以是不是有些人會開始思考說 搞不好郭台銘來選會比較好 所以有這樣的一種感覺 那黨韓大將軍也有人講說 其實是王金平 因為韓國瑜心裡對王金平就是覺得 他有點他如果要選就過不去 那現在到底是王金平呢還是郭台銘 我覺得現在是郭台銘大一點 如果要算石頭的話 應該郭台銘的石頭比較大顆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郭台銘你看這個 他這一兩天的動作 一出來之後 你看國民黨對於他是不是黨員的資格 有沒有參選的問題的時候 竟然馬上就分裂了你知道嗎 早上就開始講說他是私聯黨員 他2000年的時候根本沒有重新登記 你就算現在補角也是要等四個月之後 可是你看看晚報 晚報已經改口了 結果在私聯黨員出去不到幾個小時 所有國民黨的文傳系統通不見了 然後新聞稿充充回收了 然後再重新出來之後就是 他是資深黨員 資深黨員 資深黨員到底有沒有資格 變成初選的候選人 或是徵召的候選人 徵召應該是可以 但是到底是不是可以參選 這次的這個黨內的初選呢 馬上就不曉得了 所以這個光這個資格問題 在國民黨黨內 馬上可以吵到一個月 因為國民黨有跟郭台銘借錢 所以一定趕快要那個 那個算不算部分交黨費的算不算 沒有黨員黨費跟所謂的黨員捐款分 都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這是第二條規定 我特別有去看 第二條規定 所以說你覺得說文傑剛剛就講了 什麼黨費我才不在乎呢 你一個月欠三千萬是不是 我一次給你十年 對 這是屬於黨員捐款 還不是黨費 還是沒有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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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國民黨這麼的有那個 有規矩 國民黨可以改的啦 國民黨怎麼不能改 你就是說你到底要不要改 其實黨內就是兩種意見 要支持韓國瑜 還要支持郭台銘 那如果是支持郭台銘 你就說他沒有問題啊 他就是資深黨員 沒有什麼失聯黨員問題 那如果不支持他的時候 馬上就說你的這個兩千年 你到底有沒有繳一萬塊 變成終身黨員 有沒有重新辦理登記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關鍵嘛 所以這個未來的攻防點 就在這一點 他的到底資格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樣的黨員嘛 那到底要不要有四個月期限 到底要不要再重新這個交黨費等等 這都是那個 但是我們很好奇就是說 他本來稱選 在我們上個禮拜的時候 就已經講個 講說他一定會選嘛 但是問題是 問題是他那一小天又講說 我沒有意願 然後大家原來又縮回去 那這次出來 所以大家覺得說 他是股票炒的 炒的 文潔說有可能是被逼的 對很開心 不是他上上個禮拜 其實也被逼 從上個禮拜 就已經被逼了 那上個禮拜 他不是禮拜一的時候 就跟網友對談 講說沒有意願嗎 對 所以這件事情新聞就沒有了 可是問題是陸陸續續 他其實包括那個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許育仁 可能跟他是有蠻熟的 他說他的幕僚作業還有這個書 他有一本書 就是給高中生看了 人工智慧的這個教學 都已經寫好了 所以說然後昨天 昨天在某一個 有要出書你看 對 昨天在某一台的這個 宴請這個 來參加AIT紀念這個 台北關係40年的這個 美國的前眾議員 這個議長來安的時候 他特別通知那一台的這個記者 就說我現在有一個場合 然後你們過來 然後他就在那個場合 講出這個新聞啊 所以然後你覺得看到昨天 就是那一台非常的配合 就是說剛好可以抓住這個議題嘛 對 所以說這個整個東西 就可以看出來 他是有在操作 而且他不停的在找幕僚去談 然後也要計畫要寫一本 就也寫很多這個 就說白皮書啊 或是這個書之類的 要整個進行一個選戰的佈局了 那只是說你為什麼 為什麼要參加國民黨來選啊 對啊 他不一定要參加初選 對 當時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覺得他是用五黨籍 可是這個禮拜跟他有接觸的人 他都非常有把握說 我就是要去國民黨 代表國民黨來選舉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東西 他其實經過這一兩個禮拜 他已經都想好了 就是說然後就開始發動戰爭 那後來呢 國民黨就開始在討論啊 這個人到底是怎麼回 那至於王金平的問題呢 他現在看起來就真的是一顆 一個小石頭了 我還記得我們不是上禮拜才講嗎 那個時候無敦義還去給郭台銘三顧毛鱸 那現在郭台銘看起來要認真了 無敦義怎麼辦啊 無敦義現在就是 無敦義現在不曉得怎麼辦啊 因為他 因為這個已經幾乎黨內 就是說已經 現在又說要徵召韓國瑜了 沒有 對 很早以前就有人說 無敦義是要徵召郭台銘 但是郭台銘那時候沒有表態嘛 但是你現在整個黨已經走到一個全部的氣氛 都已經要同意徵召韓國瑜了 對啊 對 從本來不同意的 然後呢現在都已經同意了 包括韓國瑜本人也開始鬆口 就說我可以 我知道我不能迴避啊 對 然後還去跟那個 不覺悟了 跟旺旺集團的人講說 哎呀一切都是無敦義在黨的 就是無敦義要利用他去打朱王 然後無敦義馬上就跳出來說 我個人不選 然後又幫他處理完那個朱立倫跟王金平 之後他突然 突然郭台銘跳進來了 那無敦義 無敦義這下子又不曉得要怎麼辦啊 對 所以照人性來講啦 無敦義可能會比較喜歡郭台銘的錢啊 對 可能不太喜歡他的人 他比較喜歡韓國的人啊 對 因為韓國瑜至少是他的晚輩嘛 不然我講什麼的時候 我至少這個韓國瑜會尊重我三分 我是keep maker啊 可是如果是郭台銘 你看他這麼霸氣 我覺得他出場的姿勢不是很好看 他第一個 他先去罵蕭美琴要幹嘛 然後呢這個 我覺得有時候 當然啦 台灣人民是需要過經濟的生活 也需要有一個比較 就是說改善經濟的一些政策 但是人民對於領袖這個位置 還是有點 就不能夠太霸道 或是政治人物也要有點這種所謂的禮貌啊 或是說比較能夠傾聽民意 那些要過去去治理紅海這樣的一個角色或是一個方式的時候 到底人民可不可以讓他接受他這種方式去表達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對於台灣2020這一局的總統 一個很新的一個考驗啊 對不對 那有一個韓國瑜 有一個柯文哲 都是市長沒有 當完就要去選總統 然後現在又泡出來 跳出來一個 棄業界的大老闆 富可敵國人出來選總統 我覺得這個場戲 你看風水輪流轉嘛 民黨燒好金的一兩個禮拜之後 現在又回到國民黨 對 先問一下小平啊 擔不擔心國民黨內的這個大戰 因為剛明鳳我特別提到一個重點 現在國民黨內有一種氛圍已經沉了 感覺上好像就是韓國瑜 因為朱立倫也講啦 說成功有我但不必在我 然後王金銘講 你黨中央隨便你 你愛怎樣就怎樣了 所以看起來 似乎大家都已經有點 做好心理準備 就是這個韓國瑜 可是現在突然 跳出來一個郭台銘 而且郭台銘昨天怎麼講 我跟王金平真的很好 所以我不方便說什麼 然後我跟朱立倫更好 那這下子的話 黨內現在狀況怎麼辦 像朱王的話 現在只能往邊閃啊 可是剛剛大家都已經提到 國民黨已經開始分裂了吧 朱王往邊閃是一件 剛剛明鳳說 現在王變一個小石頭 小石頭也會讓他扭到腳 沒有他的威力在 總比大石頭好吧 因為你看我們最強的 對大石頭是郭台銘 今天我們最強的韓國瑜做民調 現在還在高檔 整體的國民黨票不夠多 你看做所有民調 換成100% 他是42%對不對 42別人的氣寶 有一個人開17 我們就輸掉了 而且我們還在高檔 所以團結都不見得贏 不團結就很難 那現在我們碰到一個難題 就是他搞政治還是不是專業 我說郭台銘 今天他如果在一個月以前 甚至半個月丟出我要選 那韓國瑜就真的沒了 可是現在明鳳剛才講的 氣氛烘托 就是要爭到他只差 只差吳東英在做一個動作了嘛 對啊 那這個時候出來 其實沐宇成周 你知道他就出來很快 我們擔心的是 他最後用無黨選 那是那韓國瑜是被他拖垮喔 因為他的票 他如果要無黨選 你覺得韓國瑜還會出來嗎 他用無黨選的話 他不出來換別人的話 那更會拖垮 那更慘 因為其實都是一撥票啦 他比較偏泛藍嘛 然後柯文的機會就大多了 那是不得了的事 所以我覺得他剛剛 那個郭台銘講說 他對兩岸對台灣有使命感 對中華民國有使命感 他的帽子戴中華民國 所以就拜託他 能夠不要選 支持韓國瑜 這個勝率是最高的泛藍組合 我覺得是這樣 文傑你怎麼看啊 現在國民黨 他現在的那 文傑剛剛一直笑得好開心 現在的問題是這樣 為什麼郭台銘一個月之前 他不跳下來 為什麼就在選在這幾天 對就是這幾天啊 而且他說兩天 剛剛大家講了 剛好韓國瑜回來啊 重點就真的就在這邊 所以我覺得促成郭台銘轉變的原因 絕對不是什麼 什麼什麼炒股票啦 或是什麼什麼 絕對不是 有沒有可能郭韓配韓國配 這個另外一回事 我覺得其實你看 跟韓國瑜講什麼 國防靠美國 我覺得也脫不了關係 這句話很重要 因為韓國瑜就講了 國防靠美國 你市場靠大陸 對面對面就很生氣了 當然生氣啊 你想從我這裡挖錢 然後國防靠美國 對你從我這邊賺錢 然後去買去買美國的武器 那對老共來講不是傻瓜嗎 他們已經玻璃心碎滿地了 對老共來講就是你韓國瑜 原來你也是這樣 那我現在也許我 對習近平來講 那我現在叫郭台銘出來鬧你一下 看你會不會改口 也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啊 那所以我覺得從頭到尾 我都不認為是郭台銘自己的理性決定 大家都講了他在大陸的企業體實在太大了 他實在是必須不管怎麼樣 他必須被那邊只要說一句什麼話 他絕對不可能說駁回的啦 譬如說他當年他把他的場 因為要去捧薄熙來 搬到整個搬到成都去 後來薄熙來倒台之後 你大家可以去翻一翻過去的報導 就是說那個時候郭台銘在那邊有多尷尬多慘 對這個在大陸做生意 你就是跟政治有關係嗎 而且你不只是共產黨有關係 是共產黨的哪一邊 你壓錯邊你還是倒楣 所以我認為郭台銘他的決定 我絕對不認為是 不認為是他自己想 那如果是他真的自己想的話 那他一個月前決定的話 其實今天沒有韓國瑜 對 所以是臨時的嘛 那大家要探究說 這幾天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嗎 對 他真的是突然 突然對外講說他在思考 他在好好想 他想了很久 要怎麼幫年輕人找出路 所以呢 等一下再問一下薛偉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整個情勢 那另外呢 郭台銘現在說他要思考 那會不會影響到韓國瑜的知識度 我們來看今天最新的這個 蘋果日報的這個民調 再按照蘋果日報的民調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是藍綠對決的話 那韓國瑜其實都是贏的 那對上小英的話呢 韓國瑜的知識度超過一半以上 那贏小英14% 但如果是賴清德的話呢 那韓國瑜拿到48.6% 可以贏賴清德大概6% 總之韓國瑜都是贏的 但是如果加進柯文哲的因素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韓國瑜都是勝出的 那第二名都是柯文哲 然後呢 英賴呢都是第三名 但是英賴的知識度其實幾乎是一樣的 就是都是26% 那韓國瑜呢對上小英的話是40% 對上這個賴清德的話呢 是38.8% 如果有柯文哲的因素加進來了 所以從這邊來看 這個學偉你怎麼看 那這份民調其實是告訴 民進黨一個什麼事實 就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英賴還能夠分裂嘛 都已經是這種情況了 那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民調 柯文哲雖然現在看起來 大概只有26% 28% 可是他根本還沒有宣布要選總統 我就跟你講說柯文哲這個問題的話 他到現在他懂得前程的人你知道嗎 對 你今天有什麼事情不是在我 美光燈聚焦 不是在我身上的時候 他都黏黏黏的 對不對 包括大家媽媽老爭什麼 他就這樣給你吐一下吐一下 不要讓人家忘記他就對了 對 柯文哲這個問題的話 他到現在他懂得前程的人你知道嗎 對 你今天有什麼事情不是在我 美光燈聚焦不是在我身上的時候 他都黏黏的 對不對 包括大家媽媽老爭什麼 他就這樣給你吐一下吐一下 不要讓人家忘記他就對了 對 所以他怎麼 等到這個消息 剛才那個文哲不是在講 風水輪流轉嗎 會轉到他那邊 只要轉到柯文哲這邊的話 他會把握住機會 那可是你看韓國瑜這個民調支持度 看起來韓國瑜的支持度是沒有減的 反而增的 比上一次比上一次民調的時候還增加的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韓國瑜現象已經是 台灣人很多人跟那些小媽咒一樣 不管你怎麼樣的話 那種熱潮是不會退的 而且我在講說韓國瑜他講話對不對 他隨便偶爾講錯話 你常常 尤其會常常覺得說 會不會影響到韓國瑜 人家看起來有影響嗎 事實證明是不會有影響 那些人說實在的話 你今天講錯話 他都會幫你圓晃圓過來 圓得比你原來講的還更好 所以我說韓國瑜效應 這種寒流效應的話 說實在在這邊在這個民調慢慢的話 可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為什麼韓國瑜的支持度會一直往上升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你國民黨到現在還搞不定 你搞不定之後這些藍色的憂鬱又在發酵 你國民黨到底是當時才要徵召韓國瑜 是要這樣定於一尊這樣 所以大家在憂鬱的情況之下 大家你現在問到說要支持誰的話 很多人都會喊很大聲韓國瑜韓國瑜這樣 對 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看那個單獨綠營也一樣 你看賴清德跟小英 為什麼賴清德的支持度會高小英這麼多 可是三卡都的情況又差不多 對 三卡都的話其實兩個是都一樣的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看三卡都差不多 可是為什麼兩個對比的時候 就突然跟那個韓國瑜附比的時候 你看發現說那個賴清德突然突然突然 我就跟你講 這也是一種憂鬱嘛 綠色的憂鬱嘛 對不對 我就覺得說你小英就不贏了 你不贏了就不要浪費這個票的 關注在你身上 所以當然我說實在話 很多人到現在你說 綠營的下面殺的很那個 殺的沒有國民黨情況更厲害啊 你看韓國瑜 你只要現在敢講韓國瑜什麼事 你幾乎被抄家滅族 只有一個人很大膽敢出來挑戰 那就是郭台銘 對不對 所以郭台銘你看 他也不怕得罪你韓粉 真的 對啊 郭台銘有什麼兒子 他就挑明韓國瑜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而且剛剛在討論說 為什麼郭台銘這個時候會丟出來說 跑出來說他又要選總統 搞不好是他媽媽勸他的 為什麼 你不覺得那個郭台銘那時候講的 我老婆都說看到他出來講話都覺得很感動 差點被他感動 差點被他被他拉過去這樣 因為他出來講說 他希望他媽媽能夠五代同堂 對不對 他是不是他媽媽有沒有可能有 搞不好他媽媽講說 你要為了台灣的未來對不對 而且你現在年紀也大了 你要在台灣這邊安生立命 要做一個好地方對不對 那你要為台灣做點事情 能夠為台灣做最多事情 就是選總統對不對 你鴻海你只顧賺錢 賺錢多多錢 你也不可能錢拿出來奔 對不對 那可是剛剛文傑講到說 是不是說大陸那邊給他施壓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也蠻大的 你也認為 我認為啊 因為說實在話 他就是其實他有一個效應 就是在督促你國民黨 你有沒有發現只要郭台銘每次出來說 我要出來算的時候 國民黨的危機感就更高 因為郭台銘出來選的話 倒楣的是誰是國民黨嘛 對不對 你不僅拉了韓國瑜的票 你其他人出來選都不會選贏啊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郭台銘跟我們贏也不一定啊 所以他這樣突然間出來 他只是敗事有餘的時候 你國民黨會不會加速 所以我剛才看到 周小平來這邊我就跟他講 還不趕快去連署 還來上政政節目在幹什麼 就是告訴你說你 空軍落軍都重要 晚一點連署 看看情況怎麼樣 加速加速加快連署 因為韓國瑜大家的危機感很大 那韓國瑜會不會趁這個機會 跳出來一下 再威脅刺激一下你國民黨 刺激一下你泛男的選民 趕快再用一些能量 一蓄積一些能量 你現在不是很多民意代表 已經在連署了嗎 對不對 那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馬上刺激到你國民黨說 趕快把韓國瑜拱出來 所以他說考慮兩天之後 兩天之後 如果兩天之後沒有的話 那韓國瑜回來了 那你接下來後續還要不要 你要怎麼用什麼方式 讓你維持到知名度在高檔 就是那個時候 你是不是接下來 就是換韓國瑜 是要徵招 還是你要表達你自己的意願 就是那個時候要攤牌 憲哥怎麼看 如果那個郭台銘 真的有可能要出來選 會怎麼樣影響韓國瑜 如果照丁學友這樣講 那郭台銘扮演的是一個 鳞魚效應 因為國民黨他就是沙丁魚 沙丁魚每天都沒有事情 你突然發現外面來了一隻鳞魚 大家都分解神經了 現在這隻鳞魚不行 所以反而會促成 國民黨他內部的加速 你看現在要減五百的 可能英國就簽完 很快 大家驚死了 現在要進去 搞不好是這樣子 那如果人家當初都設計好了 一個眼雙簧的話 我們就像研討一樣 但是這個事情 人家帶就都安排好 都照好了 就是說在那個過程裡面 你就覺得 這麼快點刺激 像我們看牠這樣說 造虛的是空的 看虛的是風的 所以我們是風的 所以其實現在看了 再兩天 我們繼續看下去 敏鳳你怎么看 这一份民调 其实先不管蓝绿对决 如果是萨喀都的话 不管是阴或者是赖 你看他们根本就 几乎是一样的这个支持度 如果加上柯文哲的这个因素 那好 如果是郭台铭要出来选 或者是韩国瑜出来选 你认为会怎么样影响柯文哲 然后这一份民调 对于民进党来说 有一个什么样的启示 其实因为山水 山水民调帮放言 有做过一次的这个民调调查 中间有放过郭台铭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郭台铭 就是说上个礼拜 在讨论郭台铭要选的时候 所以他也放进去 那其实在这个结构里面 他跟韩国瑜是没有差多少的 就是说他还是 如果是三个人选的 三人对决情况之下 郭台铭也是把这个韩国瑜的头 换成郭台铭的头 那也是一样都是领先 只是可能就是差个两三%这样左右 但是他还是领先柯文哲 领先蔡英文 领先赖清德这样子 所以这个你可以 那如果互比的话 当然韩国瑜目前还是比郭台铭 多一点点 所以说这个郭台铭如果放进来 我像这个现在的结构 还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 你认为柯文哲都还是第二名 然后民进党第三名 对柯文哲因为他上上下下 柯文哲会上来的原因是因为朱立伦下去了 因为 怎么会跟朱立伦有关系 没有因为朱立伦 朱立伦其实当然国民党人不大喜欢他 但是朱立伦就某种中间选民来讲 他的这个结构性跟柯文哲是 是有点类似的 高学历重叠 对对就是说他们 就从几次的民调来看 他只要他们两个涨幅是有联动性的 所以说柯文哲连去马祖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快要不想抱他了 为什么还突然这么高 主要就是因为朱立伦下去之后的 一些中间选民的选票 移到柯文哲身上去了 所以柯文哲会保持的 好像比蔡英文跟赖清德高 所以你从这个目前来看起来的话 其实这个英赖之间 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互动的模式 那整个民党里头就是说 这个还是要共同 因为这样看起来 这个民党在2020 这是一个险峻的一个环境 那所以说大家就套一句老话嘛 对不对 团结都不一定会赢的 如果这在搞的分裂 或是说裂痕 这个伤痕累累的时候 那可能就不是一个 就更没有希望了 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民党 自己要用智慧 我觉得当然你现在初选的部分 大家还是希望保持 所谓的君子之争 那君子之争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未来这个初选结束之后 大家还是可以团结在一块 不会说这什么伤痕很深 然后没有办法这个米合 所以说我觉得从 从这些民调的看起来 就是当然啦 如果你说这个民调是准确的话 26.2比26.5 这讲的重点就是说 它真的差距很少 就是说变成说 在三个人对决情况之下 这个因赖之间真的差距不大 这个差距不大 可能又要回到两人 这个互比的情况 但是问题总之 就说在目前都还是 第三名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 党内的这个气氛 或是网路上的气氛 还是要缓和一点比较好 因为毕竟这两个人 都是民进党非常重要的人物 还是需要共同攜手往前走的 要就是说还是要有一个 比较好的模式出来 不要说大人 因为下面人 当然很急到 互主心切 可是如果你这个上面人 还是也是 也是没有节制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今天已经有改变了 刚刚蔡英文开始称赞赖清泽 赖清泽也开始讲 蔡英文的好话了 我觉得说赖清泽开始讲说 其实总统他出访有些经验 其实蛮好的 然后蔡英文总统也蛮事出善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必也不是 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就是两方也不会像过去一样 剑拔弩张到那种比较另基层的人 非常非常担忧的一个地步 文杰怎么看 看到这份民调 韩国瑜的这个部分 除了国民党更觉得 是不是要他出来之外 韩国瑜自己是不是更想要出来了 那可是对于民进党的这个部分 你看这个票数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你怎么看 是啊看到这个三人的这个 我还蛮气馁的 啊为什么 蛮气馁的 因为如果到时候真的要对决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蓝绿各自又归队 呃 你要看就是民进党的这个 到底表现的好不好 老实讲比如说像像我们去年市长选举的时候 我们认为说这个蓝绿下去的话 柯文哲的部分一定会回流到 那个绿的票一定会回流到姚文治身上 对后来发现没有 后来发现没有 所以所以这个事情我我我已经不敢预测 但我说实在那是因为是姚文治 可是现在这个真的对手不一样了 我已经不敢预测这个事情了 但是我必须要讲说2008年那个时候民进党最惨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民进党虽然那个时候最惨 但是我们那个苏贞昌跟谢长廷还是很努力的打了一场初选 对事后回想起来啊事后回想起来 其实那场初选根本不用打不管谁谁选都是输啊 事后回想起来是这样 但是那个时候身在其中的时候 但是也有人讲说是因为当时初选造成伤痕累累 不是不是那一次那一次是因为就是 2008年是整个政党的形象非常坏 所以你不管怎么谁选都一样事后想来 那我希望这一次不要这样 我希望说这个民进党还是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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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得起来 希望大家可以讲到这个时候